雪州巴生一名男子今年1月因为急需用钱 而在网上向一名叫彼得的男子借贷 但是他不止没有拿到借贷的款项 还被彼得骗了8320令吉 原本以为可以报案了事的他 却在4月份接到银行的通知 指他的银行户头交易不寻常 才发现户头已经遭人盗用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拿督斯里张天自海揭露 彼得除了向马先生下手 还用马先生的名义 向雪龙地区29组大耳龙借钱 对方总共向他们借了43,900令吉 34岁的马先生由于有债务在身 无法向银行借贷 1月15号他在脸书看到一则借贷广告 挤着用钱的他向名叫彼得的男子 申请了1万令吉的贷款 马先生表示彼得先向他索取身份证 银行等文件 毫无防备心的他 立刻通过通讯软件WhatsApp 把所有的资料交给彼得 接下来彼得在1月22号 向他征收500令吉的政府税务费 随后更要他缴付1680令吉的保险费 马先生按照指示 一共汇入1900令吉到对方的银行户头 马先生透露 对方接着以计算错误和个人所得税为由 再次向他索讨1260令吉和5160令吉 他才发现自己受骗而向警方报案 当时前后已经会给对方8320令吉 原本以为报警了事的马先生表示 自己在4月23号接获银行的电话纸 他的银行交易不寻常 这时候他才发现银行户头已经被对方盗用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杜斯利张天赤表示 他昨天接获29组大耳聋的投报才发现 原来这位名叫彼得的男子 其实是用了马先生的名义 向大耳聋欠下43900令吉的款项 马先生在记者会被张天赤询问时 再三强调自己并没有拿过 大耳聋所汇入的一分一毫 张天赤表示 由于29组大耳聋在这起事件也是受害者 因此大耳聋要求马先生尽快还钱 但他们不会向他征收利息 NTV7采访报道